好了,今期終於介紹我的重頭戲 就是之前玩的刀鋒戰士那一套的 BAF 件 老實說,那一套 BAF 件 我是買完頭三隻 才想突然追上 BAF 件 然後再追上後三隻 所以今天就來和大家看看 那些配件都和大家看過 但我有三個位置是未組裝的 我和大家一起組裝 這兩邊我組裝了 那就來看看怎樣組裝 首先這隻手 這一個就是 BAF 件的致命箱 這個類似一個圓錐型的位置 一插在這裏 這隻就基本上廢了 為什麼呢? 不可以再還原拔出來 因為一插在這裏 裡面就會有一個筍位 給大家看看 筍位 一裝在這裏 就永遠卡住了 就算說句難聽 你以後要賣 都是整隻 是組合組賣給別人的 就不可以再什麼 簡稱來說就是 買少見少了 這裏就下面就是 裝腳 腳就相對容易裝的 大概這樣就已經裝好了 先來看看這東西的總體 這裏有點未裝得好 等一等 組合巨人 組合人的設計 一般都不錯 就不會很容易中獎 或者難組裝 這裏就是頭 頭都是波裝 但是應該都很難對得進去 都要守一守力 最好就是浸一浸熱水 終於可以了 大家聽到一聲 組裝了就是這樣的 為什麼我會買它 因為我想配合夜行神龍 夜行神龍裡面 其中一個角色好像是魔獎 這隻就很有感覺 那為什麼我還未組裝這裏呢 我打算組裝這裏給大家看 然後來到 一合體就 結合完成 這樣就整隻都組好了 那這裏 頭就是球形關節 所以是可以 轉的 這隻 魔獎 我習慣叫魔獎 其實這隻叫無心者 還有一隻眼的特效件 一隻眼的特效件 就是這樣的 好看和不好看 就是你們的衡量 那它的手型方面 一個拳頭一個張開 那我這隻的拳頭 這邊呢 就是中掌比較鬆的 這一隻 張開 即是張開手這個 手是比較鬆的 所以我換了拳頭 但都沒有所謂 那你看看可動 可動其實就是 我個人覺得夠用 頭就不算有可動 頭是因為放一個波羅 大概就是這樣 腳的可動 全部都是90度左右 但是作為一隻龐然大物 這樣的可動 其實已經勉強叫夠用 大概就是這樣 腰部有腰部的可動 腰部的可動 就是這一節的 下面的也沒有可動 大概就是這樣 好了 這隻的配色方面 就是泥野 唯一我覺得 有些可惜 就是紅色眼 不是透明件 而是透明件更加漂亮 其他這些全部都好像石頭的紋理 其實如果你有能力 噴一層燒光 更加好 大概就是這樣 好了 今期的視頻到這裡 我們下期再玩其他玩具 喜歡我的視頻 請訂閱我的頻道 我是未來 下期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